这事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我还小 对着是丝毫印象也没有 而这故事 也是后来我长大一些的时候 家里的老头子 讲给我们这些小辈听的 当时是因为有个孩子 把学校的课本带回了老宅 一个老头子无意中 翻看了几页历史课本之后 那老头子就带着几分不分 将我们这些毛孩子召集到了一起 说是要给我们补一补真实的近代史 随后他便给我们讲述了 这个十年前的就是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刚刚结束了荒唐十年的中华大地上 可谓是百业萧条 满目疮痍 但是有不少人 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目光与远见 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创业的好时机 于是正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样 中国掀起了一阵下海从商的浪潮 不少人都因此发了假 而当时我们的北方邻居 还是那个看上去是庞然大物 但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的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也就是俗称里的苏联 虽然几年之后苏联宣布解体 而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苏联的道路已经快要走到了尽头 可是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所以当时的世界上 依旧没有几个国家敢于轻视他的 然而苏联那庞大的军事实力 和骇人的核武器数量 并不能带给他的国民任何实际上的益处 在他那广袤的大地上 仍然有无数的百姓在忍饥挨饿 有一些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保证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少胆大的中国商人 都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苏联的国土上 当时苏联对下面的统治 已经有了些许动摇 不少地方已经算是听照不听宣 天高皇帝远了 所以那些中国商人 只需要买通了中苏边境上 双方的部分官员 就可以将整车皮的食品和衣物 偷偷地走私到苏联的国境内 然后便能轻松地找到买家 从而卖出数倍于中国的价钱 故而面对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 尽管它的危险程度远大于其他生意 但依旧有很多中国人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项 随时会有掉脑袋风险的 赚外汇的事业之中 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 私底下一直做着中俄走私生意的商人身上 这个商人姓佐 是广东人 他常年往返于东北与苏联两地 生意做的也不算大 每次最多都只不过有半个车皮的货品 他每次从中国走私到苏联的 无非都是一些食品 药品和衣物 而苏联运回中国的时候 全是一些皮草 酒水和电子产品 那些武器毒品之类的 违禁品 左先生是从来不会去碰的 所以左先生的买卖 做了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 钱虽然赚的没有那些倒卖违禁物品的人多 但也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太大麻烦 在左先生嘴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 可是那一次左先生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左先生刚将办车皮的货送到了苏联一个叫赤塔的地方 按照往日的规矩 他顺利的找到了买家 交接了货品 办好了手续 随后他连同他的一个保镖 又在赤塔待了三天 备好了一批要从苏联运回中国的货物之后 就随着那列火车就踏上了回程 然而就在回去的路上 火车刚刚开动没多久 凭着多年来四处游走经商 锻炼出来的敏锐直觉告诉左先生 他们这一行人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于是左先生私下里对自己的保镖说 这次怕是要遇到麻烦了 让保镖提高警惕 而保镖却对左先生道 说是一上火车 他就已经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头了 因为怕吓到左先生 所以他一直也没说出口 只是自己暗地里提高了警惕 当时苏联的赤塔到中国的满洲里 火车差不多需要七八个小时 一路上要分别经过卡雷姆斯科研 奥洛维扬那亚和波尔甲这三座大战 时间虽说不长 但沿途经常会遭遇暴雪袭击 所以时间上经常也没什么准点 这七八个小时的车程 经常要走上个几天 万一运气不好赶上了大雪峰路 这点路程走上一个礼拜 才回到中国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左先生当时心中就知道 只怕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 他是睡不上什么安稳觉了 没过多久 左先生的保镖就凑过来对他道 说是他已经观察好了 盯着他们的那伙人一共有四个人 就坐在他们这节火车的车尾 四个人全部都是老毛子 根据那些人手臂上 无意中露出来的纹身 应该是赤塔那边的俄罗斯黑帮 左先生听了自己保镖的话 顿时就感觉了一丝疑惑 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地下帮会 曾经就中俄商人的过境生意 达成了一致 对两边来往的商人 在收取部分保证金之后 都不会再找麻烦 而且两国的边防官员 也都不想因为帮派的原因 闹得双方商人提心吊胆 从而断了自己的财路 于是他们也和两边的帮派 私下商讨过 最后几方人马达成了一致 毕竟是有钱 大家一起赚才比较好 所以一直以来 尽管双方道上 对商人小打小闹的事情 时不时地会发生 但是总体上而言 两边商人在进行 越境交易时的安全 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于是这一次左先生 对自己遭遇到了俄罗斯黑帮的钉梢 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他明明来之前打点各方的钱 都已经送到了 突然间 火车上的广播响起 里面用中俄双种语言 将一条消息前前后后广播了三遍 左先生一听那消息 不由得又暗暗叫苦 心想这还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原来广播里说 前方道路因为下雪而封闭 原本这趟是当天下午 到达满洲里的火车 现在可能要等到第二天上午才能到达 随着车厢里 中俄旅客的一阵不满的谩骂和牢骚 左先生的这颗心 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不由得他将手按住了自己的胸口 要知道 现如今他胸口的那衣口袋里 可足足揣了三万多块人民币的现金 这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是他跑了一个月货才赚来的 其中一大半还是他下次进货的本钱 如果这次这笔钱他给弄丢了 左先生怕是只能讨着饭 才能回广东了 可是当时 中苏边境的治安是相当混乱的 列车上的那些城警和城务员 也都是黑白两道都站着的 压根也指望不上 再说你自己这边 根本就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的 单凭你的一点怀疑 谁会愿意帮你 更何况 另外一方又是四个俄罗斯的黑帮分子 指不定身上带着什么家伙呢 到时候再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趁机闹事 反而会更加麻烦 所以左先生当时就决定 这是绝不可声张 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而另一方面 左先生自己还抱着一丝侥幸 指不定就是他和保镖都看走了耶 那几个俄罗斯人 压根就不是冲着他来的 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到达满洲里 江身上的这笔钱 一分不少得带回家呢 可是没多一会儿 左先生就知道自己还是想得太轻松了 那几个俄罗斯人已经毫不避讳地盯着他 而且还时不时地凑在一起 低声商讨着什么 摆明了自己已经是他们的目标 逃不掉了 无奈之下 左先生低头巧声对自己的那个保镖询问 现如今他们应该怎么办 左先生的那个保镖是东北本地人 姓蔡是一个退伍军人 据说入伍之前还是一个练家子 跟在左先生身边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一直做事兢兢业业 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所以左先生对他也十分的信任 因为这个保镖退伍之前是一个牌长 所以左先生一直称呼他为蔡牌长 当时蔡牌长对左先生道 说是其实他已经仔细观察过了 这几个俄罗斯人看上去虎背熊腰 块头很大 但全都下盘不稳 浑身都是虚利 应该手脚上没什么功夫 全靠着一身蛮力 所以他丝毫未将这几人放在眼里 只是他怕那几个俄罗斯人身上 会带着武器 匕首之类的还好说 但要是有手枪什么的 那可就不妙了 左先生听了蔡牌长的话之后 也知道蔡牌长所言非虚 他也算是在商业场上混过几年的人了 他自己明白 拳脚功夫再好 也不抵火药子弹的道理 而且无需蔡牌长多言 他自己也清楚 因为苏联这些年来的管理与统治混乱 俄罗斯的黑帮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 都是身上带短枪的 剩下一个大衣里面 可能直接就藏着一把冲锋枪 尽管左先生从来不掺和倒卖为禁品 但在苏联 一把手枪的价钱 还比不上半麻袋土豆的事情 他确是知道的 所以在苏联你弄到几把枪 压根就不算是什么难事 而对于眼前的这四个俄罗斯的黑帮分子 你说他们身上会不会带有枪支这类的武器 想到这里 左先生不由的脑门 渗出一层冷汗来 被几个带着枪的俄罗斯黑帮盯上 现在已经不是你 能不能保住自己身上钱财的事了 而是你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了 见到左先生的脸色明显已经变了 蔡排长自然明白他心中所忧的是什么 于是他宽慰左先生道 这次的事情你不必太担心 我就算拼了自己的这条性命 也定要保你平安 你放心好了 我之前已经看了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前面的路封不了多久 明天上午我们肯定就能到达满洲里 所以这几个老毛子要动手 肯定是趁着今天晚上 今天夜里你就待在这节车厢里 哪里都不要去 就算有尿也撒到裤子里 这里人多 他们逼不得已 肯定不会在这车厢里对你动手 而我到时候就故意去其他车厢转转 专检一些偏僻的货箱角落钻 他们肯定会分几个人跟着我 趁机动手 只要他们先出了手 那一切就都好说了 等我先干掉他们几个人 剩下的人也就好对付了 听了菜牌长的话 左先生也自知事到如今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了 只好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那菜牌长这险中取胜的法子 入了夜 火车在一处不知名的小站停靠 好半天都没有再启动的迹象 估计是在等前面的雪亭通路 而听着车厢里 那此起彼伏的酣睡声 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左先生 却丝毫的睡意都没有 他不时地用余光装作不经意间 偏向那几个俄罗斯人几眼 发现那群俄罗斯人 始终都睁着眼睛盯着他们二人 一丝警惕都没有放松 只把那左先生 看得心中一个劲的暗自叫苦 也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多久 一直坐在他身边 闭目养神的菜牌长 突然间睁开了眼 低声说道 火车要开了 果不其然 菜牌长的话音刚落 左先生他们所乘的火车 就是一阵抖动 然后缓缓地朝前驶去 车厢里的灯光再亮了一阵之后 又继续按了下去 车厢内的中俄旅客 在纷纷抱怨和闹腾了一阵之后 又都渐渐地睡了过去 只有少数的几个人 在低着声音说着话 又过了一小会儿 约莫着已经到了后半夜 火车那也是越开越快 车厢里那几个说话的人 也全都没了声音 估计是全都睡着了 而这时菜牌长一扫满脸的倦意 眼睛中透着几丝金光 望着左先生道 时候到了 你就待在这里 我去去就来 说着菜牌长就要起身 朝车厢后半部分走去 一看菜牌长起身要离去 左先生忙一把抓住他的手 低声道 千万不要勉强 大不了钱给他们就是了 你可得千万活着回来 菜牌长闻言 脸上神色也不由得一变 他就那样站在车厢里许久 才对左先生道 左老板 这次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一会儿要是我没回来 你也别去找我了 就安安静静地在这车厢里坐着 到了满洲里你什么都别拿 下车就好了 他们应该不会难为你的 听到了菜牌长的话 左先生顿时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于是他忙拦着菜牌长 问道 老菜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菜牌长闻言只是一笑 推开了左先生挡在他身前的手臂 道 一会儿等我回来了 我就把这是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快 是我太小瞧这些老毛子了 我是真的不想把你牵扯到这事情中来的 左老板 对不住了 说完菜牌长便卖开步 朝着后半截车厢走了过去 那几个俄罗斯人一见 菜牌长竟然冲着他们走了过去 立刻显得紧张了起来 每一个人都不由地将手伸进了自己的怀里 而菜牌长见了他们的反应 却丝毫具意都没有 依旧脚步不停地一路走到了那几人跟前 只见那菜牌长站在了那几个俄罗斯人身边 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就笑吟吟的 一头钻进了两节车厢之间的通道内 一见菜牌长去了下一节车厢 那几个俄罗斯人立刻站起来两个人 紧跟着菜牌长一同钻进通道 去了下一节车厢 而另外的两个俄罗斯人就依旧坐在原处 紧盯着左先生 那两人的目光似乎带着钩子 盯着左先生几两鼓一个劲地发麻 唬得他赶紧缩在了座位里面 闭着眼睛装起睡来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 左先生忽然感觉自己身边多了一个人 他忙睁眼去看 发现是菜牌长已经回来了 左先生忙一把将菜牌长拉到自己身边 问事情怎么样了 却只见菜牌长面露一丝痛苦之色 眉头一紧 几行冷汗顺着他的额头就留了下来 一见此情 左先生自然心知事情不妙 于是他忙又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菜牌长闻言 微露苦笑道 没啥大事 就是受了一点小伤 左先生闻言一惊 不由得道 刚才你还好端端的 怎么现在又受伤了呢 菜牌长听了左先生的话 常常出一口气 说道 你以为我刚才和那两个老毛子 是去打牌喝酒了吗 刚才那两个人已经被我杀了 尸体已经从车上扔出去了 所以除了他们的那两个同伙 不会有人注意到的 只是我在和他们打斗的时候 一步留神肚子被他们扎了一刀 不过好在没捅在药害上 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左先生闻声 忙朝着车厢后面望去 发现此时那一排座位上 只坐着两个俄罗斯人 而且那两个人全是一脸的怒容 想来应该是看见菜牌长回来了 知道自己的两个同伴 已经活命无望 所以脸上才会有如此神情 而左先生刚才又一听 菜牌长受了伤 再往了那边一眼之后 忙回身对那菜牌长道 肚子被捅了一刀 这可不是小伤 你得赶紧去看医生啊 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菜牌长听后 惨惨一笑道 不妨是 我刚才已经自己处理过了 称道伯尔甲不成问题 左先生忙道 我们不是去满洲里吗 怎么又改成伯尔甲了 菜牌长回道 左老板 你依旧是要去满洲里再下车的 而我到了伯尔甲就要下车了 左先生听到这里 不由得有些恼怒的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不管我的死活 要收我儿去了吗 菜牌长摇了摇头道 左老板 刚才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 而不是你 到了满洲里 就算是进了中国的地盘了 这些老毛子也不敢妄动 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动手 一定会趁着这火车 没进中国的时候 现在我虽然已经坐掉了 他们两个人 但我却受了伤 只怕是他们那边 一个人我都对付不了了 不过好在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一直死撑着 没让他们看出我的异样 所以他们两个人也不敢妄动 不然我这伤要是被他们看出来了 只怕那两个老毛子随时会过来 把你我两人给弄死 可是我要是强撑着 在伯尔甲下了车 他们只会跟着我一同下车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我身上 而你反而会安全地抵达满洲里 左老板 所以我这是在帮你 而不是弃你不顾 左先生听得一头雾水 问道 老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能不能告诉我 蔡排长望着左先生 笑了几声道 这群老头子之所以要咬着我们不放 其实就是因为 我身上有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是我从他们那里取来的 左先生听了蔡排长这话 一愣当下奇道 你是说你偷了他们的东西 蔡排长闻言 眉头一皱 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的道 那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东西 是这群老毛子当年强强取得 怎么能说是我偷来的 说着那蔡排长面露几分赛然 长叹一口气 对左先生言道 左老板 一回到了伯尔甲 恐怕你我二人 此生不会再有相见之日了 不如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吧 左先生当时看着蔡排长那惨白的脸色 一时之间觉得 这蔡排长八成是疯掉了 不然谁会在这种危险情况下 还有心思说故事 可是当左先生在看到蔡排长 那一脸悲愤神情的时候 又实在不忍心拒绝他 于是左先生只是微微点了下头道 好 你说吧 蔡排长健壮 又是面露一丝笑容 便缓缓地对左老板讲述起了 自己家的一段往事 原来蔡排长现在的身份证上 虽然写着他是一个汉人 但是他家先祖却是实打实的满人 而且还是满人八旗的 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 当年蔡家的先人追随着皇太极 从关外入了关 先是剿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 然后又一路追着南明 杀到了梁广福建 蔡家的先人因为在历次战斗中 表现出色 从而积累了不少的战功 等到满人坐稳了 这中原的花花江山之后 要论功行赏了 这蔡家的先人自然是被封关赏的 成了众多的功勋将官之一 但是蔡家的先人 却和其他的八旗将官有所不同 别人在领了这么多赏赐之后 全都不再想着从军入伍 征战沙场之类的事了 一个个都乐不开支的 做起了富家翁 当起了养功耕田的地主 可是蔡家 却始终没有放松 自家人的弓马骑射 家中的每一代年轻人 全部禁属送入了军营之中 而没有一个孩子 是把他送去读圣贤书 写文章的 几十年之后 康熙登基 他先诸奸党熬败 后平西南三藩 随后便与急于向东扩展势力 发展殖民地的沙俄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685年 康熙派将军彭春从爱辉起兵五千人 攻入雅克萨 雅克萨都军托尔不禁 在受降仪式上发誓不再返回雅克萨 然而这位不守诺言的败军之将 在清军撤军后被弃誓言卷土重来 1686年 清军在攻雅克萨并围成十个月 被逼无奈的俄军只好举军投降 康熙28年 中俄双方达成合议 尼不楚条约正式签字 俄军撤出雅克萨 并且毁掉了雅克萨城 在尼不楚条约中 两国清楚地划分了边界 从黑龙江支流戈尔比齐河 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岸 岭南属于中国 岭北属于俄罗斯 西伊俄尔古纳河为界 南属中国 北属俄国 俄尔古纳河南岸之 一五的士兵 是率先登上雅克萨城墙的 一五十个人战后仅幸存六人 当时他们六人战后论功 自然是被封了赏的 只是除了金银土地之外 他们那六位功臣将官 都被康熙亲自赏赐了一座西洋发廊座中 因为当时 康熙正被西洋人的奇音巧技 迷得云里物理 每日除了学习英法拉丁文 还找了西洋的传教师 学习数学几何与简单的物理知识 而西洋那些精巧的钟表 更是受到了康熙的无比喜爱 所以大胜之下的康熙 自然喜不自胜 加上此战他命西洋人铸造的神武巨炮 更是立下不是功勋 在两次雅克萨工程战中 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所以隐隐中 康熙就有了一种故意为之的想法 他就是想让那些每日在朝堂上 批评说洋人的东西 都是无用的取巧之物 那些批评他这个座帝王的 浪费太多精力 在洋人的这些无用东西之上的 守就大臣们看一看 西洋人的东西到底是有没有用处 于是康熙直接从大内的府库里 调拨出了六座西洋座中 作为恩赏 赐给了蔡家仙人在内的六个仙灯勇士 蔡家的仙人在拿到了这个西洋座中之后 自然是将他当成宝贝一样在家供着 逢年过节还要给这座中上香 简直是他比自家的祖宗牌位都要珍贵 然而两百年过去了 昔日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 最终倒在了列强的尖传力炮之下 在1924年 冯玉祥更是带兵直入紫禁城 将清费地溥仪赶出了北京城 蔡家当时的话是老头 一气之下 就同众多的满清遗老 随着溥仪一起举家搬出了北京 迁去了满洲 可是没过多久 溥仪又在日本人的扶持之下 做起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建都新京 也就是如今的长春 蔡家那时候的当家老头 原本想着自己一家满门忠烈 师代为大清的江山血洒江山 然而现如今 自己满人这个不争气的皇帝 竟然就这样被日本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实在是羞愤难当 就这样一气之下 那蔡家老人竟然得了重病 没出个把月便撒手而去了 匆匆将老人下葬之后的蔡家人 也已经对这个傀儡满人皇帝失望透顶 而且加上家中老人心丧 被弄得对所谓的富国大业 彻底的心灰意冷 于是一番商讨之后 蔡家人觉得不能再在满洲这里待了 省得天天看着他们自己的皇帝受日本人的气 可是中原那边他们也更是不能去了 当时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 日本人早晚会打进关内 而现如今的中原 各家军阀更是打成了一团舟 要是自己家 在在这个时候迁回中原 只怕没几年 蔡家就又要遭受战火之灾 于是在蔡家的几个南丁商讨之后 他们决定搬去一个墓前来看 还算太平的海边新兴城市 那就是现如今 咱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海参微 关于海参微的地名起源 那是众说纷纭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 之所以这里被叫做海参微 那是因为这片海滩曾经盛产海参 而外这个字在满鱼里 又是挖地的意思 所以总体来讲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产海参的水挖地 所以才因此得名 只是这块土地原本是中国的领土 蔡家的先人也算是曾在这里流过血 当年蔡家先人参过战的 中俄雅克萨之战 清政府和沙俄 在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 明确定名海参微属蜻蜓 只是由于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贪婪野心 以及嘉庆之后大清国的国力不振 在1858年 清黑龙将将军一山 在俄罗斯帝国的胁迫下 与其签订的爱辉条约中 表明包括海参微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从此为中俄共管 紧接着在短短两年之后 输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国 又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在条约中 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业岛在内的 约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给俄国 这其中就包括了海参微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虽然日本英国都曾经占领过这里 但始终都没能在这里待长久 最终都又被俄国人将海参微给抢了回去 直到1919年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发表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宣言 在声明中 列宁宣称要废除沙俄 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令当时的中国人无不喜不自胜 每个人都觉得 中国对收复外东北的领土 有了一丝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 自1924年 苏联的新领导斯大林上台后 苏联又被信弃义 否认了之前的宣言 拒绝将这片领土归还给中国 而且苏联更是将海参微 当成了流放政治犯的主要地点 而且还不停地 往海参微附近地区移民 想将这里作为苏联的永久领土 给保留下来 因为当时虽然海参微等地区 法理上来讲算是苏联的土地 但毕竟那是沙俄时期 他们从大清手上抢来的 那里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 一直是汉人满人和朝鲜人所居住的地区 在海参微 双城泽 柏利和海兰炮灯远东城市中 至少居住着几十万的中国原住民 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迁徙而来的俄国人 所以当时的苏联决策者们认为 如果想要将这一块土地牢牢地抓在手中 必须要让俄罗斯移民的人数 在这个地区占上绝大多数 只有俄国移民的数量远超了中国原住民 才能保证苏联人在这个地区统治的稳定性 可是当时的中国政府 正现于军阀混战的泥潭之中 他们对苏联人的这个小动作 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可是就算北洋政府 察觉了苏联人的这一狼子野心 他们又能如何 当时他们自保都显得有些利索不淡 又怎么能顾得上几千公里外的远东局势 是如何发展呢 更何况 他们和那里之间 还隔着一个由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 与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 可是苏联人当时的野心 像蔡家这样的平民百姓 是察觉不到的 他们全家只是觉得那是苏联人的地方 日本人是不敢打过去 加上海申威又有不少中国人 他们过去了 也不会有什么背井离乡的感觉 于是蔡家人在高高兴兴的举家签到海申威之后 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 在这十多年里 蔡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那一点积蓄 在海申威一连开了两家店铺 一间粮油店 一间炼油作坊 虽说赚的都是些辛苦钱 可毕竟一家老小十几个人 也都算是吃穿不愁了 当时中原的军阀混战已经结束 国民政府已经算是坐稳了江山 只是日本人在耐心等待了这么多年之后 终于忍不下去了 发动了七七事变 直接占领了北京城 随后日本人更是一路南下 与国民党政府打了数次大战 可是尽管中原大地上 中国人和日本人打得如火如荼 而远在海申威的蔡家人 却对此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关心了 这些年来在这苦寒之地的生活 差不多已经磨掉了蔡家人 所有的雄心壮志 现如今的蔡家 就是海申威城里的一家 普普通通的商户 什么满人汉人 中国人日本人的事情 他们丝毫提不起兴趣来 他们所关心的 只是如何让一家老小的生活 过得再好一些 可是突然有一天 事情就似乎变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先是海申威外面的一些村落 整村整村的人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像被洗劫过了一样 几乎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 一开始大家还都以为是闹了土匪 还有人说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 是日本人干的 但是没几天 这种整村人都消失不见的事情越来越多 整个海申威城里都人心惶惶 终于有一天 从城外逃进来几个中国人 有认识他们的人立刻认出来 这几个人 就是那几个全村人消失的村里逃出来的 那几个逃进城的人说 是俄国人的军队带着枪 把他们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幼 全部都抓走的 一些想要反抗的人 被俄国人当场就给枪杀 尸体被拖进林子里埋掉了 而那些被抓走的人 据说是被送到北边 说是因为他们通敌 是日本人的特务 要将他们送去西伯利亚福苦役 一听到这几个人的话 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全都气炸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海参威附近出世的那几个村子 都是中国人的居住地 现如今的这个情景 摆明了就是苏联人 针对海参威这边 中国原住民们的有计划的举动 于是有人又问 那几个逃回来的中国人 问他们是怎么逃回来的 那几个人说 他们是被几个俄军士兵压着 送往火车站的途中 趁着苏联人没有防备 偷偷逃掉的 当时他们一共差不多有十多个人 苏联人在发现他们逃跑之后 派了不少人来追他们 好在那些中国人 都是从小在那附近长大的 对那里的地形无比的熟悉 所以一群人在林子里转了几圈 就将追击的苏联人都给甩掉了 可是饶是如此 他们之中还是有大半 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苏联人用枪打死了 最后活着逃进海参危城的 就只剩下他们这五六个人 听到了这几个人的讲述 所有在海参危的中国人 都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 可是他们中依旧有不少人 对此还抱着一丝的侥幸 觉得那些苏联人 也就是在外面的几个村子里闹腾一下 他们肯定不敢进海参危这样搞的 难不成苏联人还能把海参危里 这二三十万中国人 全都抓走送去西伯利亚做苦意吗 于是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宽慰中 刚刚对此有些担忧的中国人 又渐渐平息了自己的恐惧 将这些就发生城外村庄里的事情 当成了远在天边的中国 与日本人的大战一般 与己无关 而蔡佳人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可是没过几天 听从外面进城的客商们说 不仅仅是在海参危这边 就连在双城子和海兰炮这些地方 也都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 无数的中国原住民 都被苏联人逮捕 然后安上了诸如日本特务 有害分子 社会危险分子之类的罪名 给判了数年到几十年的有期徒刑 没收了全部的私人财产 整村整家的押送到了 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区 或者中亚的山区做苦意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被送去了北极圈 任由他自生自灭 得到了这些消息 海参危的中国人们这次终于发现 原来这些苏联人 是真的打算对这里的中国人下狠手 虽然之前 德国也曾经数次对这里 世代居住的中国人进行过屠杀 但毕竟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这么多 他们也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中国人 给斩尽杀绝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 却有些不同寻常 貌似苏联人已经是早已计划好了 正在按部就班的 堆住在这一区域的中国人进行倾降 只怕现如今的海参危城里 虽还算太平 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德国人的刀迟早是要砍过来的 于是海参危城里 开始出现中国人的举家逃亡 可是早有准备的苏联人 早就在城外布好了封锁线 这些逃出城的中国人 正好撞到了苏联人的枪口上 这下子 连罪名都不需要苏联人给他们网罗了 直接就将那些人给乱枪打死 随后这些人的家产 自然是被苏联人给尽数充公 这回海参危城里的中国人 算是彻底慌了神 而蔡家更是连夜将这些年来 积攒下来的银钱 全部交到了几个儿子手里 蔡家人的意思也很是明确 那就是就算死 蔡家也不能全都死在苏联人的手里 如果到时候 苏联人真的开始在海参危里抓人了 那蔡家的老少肯定是没有办法逃出城的 就算他们能够出城 也肯定没有那个体力 可以从这里一路逃回满洲 看看蔡家上下十几口子人 也就知道蔡家的那几个年轻一代的男丁 还有这个希望 而且蔡家是奇人 又是五人出身 这些年来 虽然家里再没人入伍当兵 可是蔡家老一辈人的功夫 蔡家人却始终没有丢 而这蔡家的拳脚功夫 又向来是传男不传女 所以蔡家的这几个年轻小伙子 都是深藏不露的练家子 所以当时蔡家的老人们就已经决定 蔡家的未来就交给这几个男丁了 也只有他们还有逃出城的一丝希望 所以就要这些蔡家的年轻小伙子们 趁着苏联人还没进城 赶紧带着蔡家的家底逃回满洲 而至于蔡家的其余人 自然是就在这海深微的城里静观其变了 于是当天夜里 蔡家的几个小伙子 就各揣着一笔钱 骑着马从海深微的城里 向不同的方向 突围而去 而蔡排长的爷爷 正是那天夜里 蔡家被选中突围的小伙子之一 那年蔡排长的爷爷才刚满二十 家里排行老五 众人督管他叫蔡家老五 只说这蔡老五冲出海深微城之后 一路沿着海深微城外的一条河 一路跑到了入海口 好在算蔡老五的运气好 一路上他没遇见苏联人的巡逻队 在海边也没碰见苏联人的巡防兵 他花了一大笔钱 买通了一个当地的船家 让他趁着夜色 偷偷地将他渡去了隔海相望的朝鲜 而那时朝鲜已经被日本占领 好在蔡老五从小在海深微城里长大 认识不少日本人和朝鲜人 所以不管是日语还是朝鲜语 他都会说上几句 而且还说得都不错 就这样 靠着家里给他带出来的那笔钱 他在朝鲜足足躲了好几个月 之后才趁着风头小了一些 辗转回到了满洲 而在这几个月里 他已经打探到了 苏联人已经将海深微城里 十几万汉人满人还有朝鲜人 全部都强制迁移 或者驱逐到了西伯利亚等处的苦寒之地 不少人在苏联人进城时 就已经被枪杀了 听说死了足足有好几千人 而那些活着的人 也和之前外来的客商所说的那样 全部都给安上了一个罪名 判了几年到几十年的有期徒刑 被罚去做苦役 而那些人的财产 自然是被尽数冲了攻 整个远东地区 各地加起来遭遇 到此番天降横祸的华人族群 足足有数十万计 苏联人差不多在这短短的一年之内 把几百年来 世代居住在此地的几十万华人 全都给大清洗掉了 尽管除了少数的几万人 被苏联人枪杀掉之外 大部分中国人 并没有遭受到苏联人的屠杀 可是他们被送到中亚或者西伯利亚 甚至是北极圈去做苦衣服刑 十几年的刑期下来 所幸存者又岂是时钟一二可表 这与屠杀又有何意呢 蔡老五回到满洲之后 曾经四处打探过蔡家其他人的下落 他发现当年趁夜逃出海参威的 蔡家那几个小伙子 如今是毫无消息 除了他自己以外 其他人估计 当年就已经死在了苏联人的枪下了 而留在海参威的蔡家其他人 更是音讯全无 新年热热闹闹的蔡氏家族 恐怕现如今是只剩下他这一口子人还在了 经过朝鲜满洲的这么一大圈的折腾 从蔡家带出来的那笔钱 也差不多已经被花完了 无奈之下的蔡老五只好乱编了一个身份 逃到满洲的一户地主家里做起了长工 随后没有几年 日本人战败了 苏联人进了东北 他们将东北一阵祸害之后 又离开了 紧接着内战又起 最后共产党打赢了 坐稳了这个天下 而此时的蔡老五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可是他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的家人在海生威所遭遇的一切 这么多年来 蔡老五也结婚生子了 可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 将蔡家的故事说给自己的孩子们听 而蔡排长更是从小听着自己爷爷 讲的这个故事长大的 所以当年新中国刚建国时 中苏之间的关系 好的几乎都要穿一条裤子了 但蔡老五却始终在私底下和自己家里人说 中苏这兄弟关系长久不了 苏联人都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你和他们关系好了 早晚有一天会被他们给咬上一口 果不其然 没几年中苏关系就交了我 刚刚还亲兄弟一般 转眼间就反目成仇 在边境线上 两国甚至还发生了军事冲突 差一点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左先生一直安安静静的听着蔡排长 讲述着他们家的这一桩桩就是 虽然之前 他对海生威的事情也早有耳闻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遇见这么一个 海生威事件亲历者的后代 他故事听到了这里 也渐渐的明白过来 想来那蔡排长从黑帮那边偷来的东西 就是当年康熙赐给他们蔡家的 那座发廊西洋座中 这种昔日皇帝亲赐的东西 蔡家一定是荡城宝贝一样保管着的 就算到了海生威 蔡家一定是也把这座西洋座中随身带着的 而当年蔡家的几个小伙子骑马出城 也肯定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东西给带走的 不然你知道他们哪个人能够安然逃出城 蔡家的老人怎么会安心 让蔡家这时代相传的宝贝 就这样丢失掉呢 所以当年 那西洋座中一定是陪同蔡家的其余人 一起留在海生威城内的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想到了 苏联人进了城 蔡家人被举家发送到了边疆 从此没了音讯 而蔡家的财产被禁属冲了工 其中就包括了这座古董中 而随便的一座两百年前的钟表 价格已经是不菲 更何况 这还是当年皇帝亲赐下来的高级货 而随后蔡牌长的话 更是证实了左先生自己的推断 蔡牌长告诉他说 自己从小就听爷爷说了无数次 自己家那座康熙赏赐下来的西洋座中 自己的爷爷在临死之前 还生生念念的惦记着那口座中 从爷爷画的无数张那座中的图片之中 蔡牌长更是早就已经对着座中的样子 熟记于心 于是蔡牌长从退伍之后 就下定了决心 要将自己家的这口座中给寻回来 于是蔡牌长就开始 给中国来往苏联的商人做起了保镖 每次这些商人在进入苏联境内之时 都会逗留数日的时间 而蔡牌长就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四处打探 好在像他这种算是道上混的人 有他自己的消息渠道 所以他也不算是胡乱瞎打听一气 终于这一次被他打听到了 在一个俄罗斯黑帮的头目家里 有人看见过这么一口钟 于是蔡牌长趁夜入室偷钟 随后又被人发现 一路被追到了火车之上 也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左先生问道 这些夕阳钟样子都差不多 何况这些钟都是成批量生产的 康熙帝当年更是直接一次赏了六座钟 由此可见 这与你们蔡家那钟 长得一模一样的绝非少数 你怎么就知道 这肯定就是你蔡家的那一口钟呢 而且这些黑帮 一个个的全都心狠手辣 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偷钟 早就直接开枪打死你了 怎么还会追着你上了火车 这两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听了左先生的疑问 蔡牌长便对他解释起来 原来以前 蜻蜓皇上赏下来的东西 每一件都是有着他自己的编号的 而像西洋钟这种存在内府的东西 为了方便管理 登记造册 更是每一样都有一个他自己的编号 蔡牌长那天夜里 在潜入那黑帮头目家中之时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查验这座钟底座内 是否有当年由内务府打上的钢印 而且那钢印的编号又是否正确 所以这座钟 必然是蔡家当年 在海深微丢失的那一座种无疑 而对于左先生的另外一项疑问 蔡牌长更是带着几分得意的口气解释道 他说如果当时他就被发现了 那自然是必死无疑的 可是他当时顺利的将这座钟给倒出之后 并没有旁人发觉 只是俄国人也不是傻子 你说你前几天还在和人打听这座古钟 今天这钟就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你要说不是你偷的 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呢 可是当这些俄罗斯黑帮 在打听到了蔡牌长和左先生的行踪之时 只怕这两人已经登上了返回满洲里的火车 这黑帮的人又不敢大白天的 便当街开枪杀人 所以只能派了几个人 跟着左先生他们上了火车 然后再次击杀人夺回被盗的谷中 听着蔡牌长将这其中所有事情 全都解释清楚了 左先生这才明白了过来 蔡家这几十年来的遭遇 与这座西洋座中 对蔡家人的特殊意义 可是面对着不远处的两个俄罗斯黑帮分子 左先生却深知 手无腹肌之力的自己 怕是压根就帮不上蔡牌长什么忙 眼看着火车 马上就要到达博尔甲的车站了 左先生满脸担忧地望着蔡牌长 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 蔡牌长此时 自然也知道左先生的心中所想 他只是对着左先生微微一笑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这中是我们蔡家的 旁人休想再从我们蔡家 把他抢走第二次了 就算我保不住祖宗的这口中 回掉他我总是能做到的 如果这次我真的为这口中死了 我也感到很自豪 起码死后 我看到我爷爷和我父亲的时候 这脸上也有光 我们蔡家是什么人 那可是正经八百的正白骑满人 和这些老毛子在雅克萨打过血战 是康熙爷亲风的先登勇士 这些对于你来说 也许都不算什么 可是对我们蔡家人 那是这世上最大的荣耀 左老板 我说多了可能你也不明白 如果我要是为了蔡家的这个名号死了 那可以算是我最好的一种死法了 听了蔡牌长的话 左先生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才好 他心知蔡牌长这一次 是已经存下了舍生取义的决心 只怕到时候 逼不过那两个俄罗斯黑帮分子 他自己就要毁中求死了 可是虽然左先生觉得蔡牌长此举不妥 但他却也实在想不出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劝说蔡牌长 而且更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好办法 能够帮助自己这边两人脱困 思来想去 反倒是蔡牌长的办法 实现如今最好的法子 没多一会 火车在博尔甲停了站 蔡牌长只是对着左先生一笑 就从自己的随身行李中 取出来了一个布包 然后蔡牌长就是一言不发的 在左先生面前将那布包一层层地打开 从里面取出来了一个带着金鞭 向着彩色的花纹的古董中来 左先生看见不远处的那两个俄国人 他们盯着这座钟的眼神都变了 想来这就是蔡牌长从那黑帮头目的家中 偷走的那口座钟 也是当年由康熙大帝 亲自赏赐给蔡家的那座西洋发廊座钟 蔡牌长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拿着那口座钟 从那两个俄国人身边走了过去 随后就下了火车 那两个俄国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又望着左老板这边好一会 最终两个人还是一同下了火车 追着蔡牌长的身影一路小跑了过去 蔡牌长一见那两个俄国人追着他下了火车 立刻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朝着不远处 车站站台的电灯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迅速跑了过去 而那两个俄国人紧随其后也追了过去 最后三个人一同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那是左老板最后一次见到蔡牌长 第二天上午 左老板安全到达了满洲里 他立刻四处找人 帮忙去寻找蔡牌长的下落 可是全都没打听到任何消息 左老板在东北一连待了半个多月 能动用上的关系他也全都用上了 但是蔡牌长从博尔甲下车之后 真的就如同是在人世间蒸发了一班 再也没人看见过他 最后左老板无奈之下 只得返回到了广东 从那之后 左老板再也没越境去过苏联 他在广东开了一家物流公司 安安心心地做起了正经生意 但是每年他都会回到东北几次 托人打听那蔡牌长的消息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蔡牌长始终是了吴殷讯 我们家里人之所以知道了这个故事 那是因为在左先生托关系 找了诸多江湖道上的人里 家里面正是其中的一员 而且家里面还有几个老头子 亲自见过左先生 他亲口和老头子们 讲述了这个故事 只是可惜尽管家里已经尽了全力 但那蔡牌长的下落 真的是毫无消息 也许蔡牌长带着自己的家族荣耀 与那口康熙亲赐的左中 已经长眠于自己的先祖 曾未知流血战斗过的 远东那块土地上了 故事讲到了这里已经算是完结了 但是我想说的话却还有很多 只是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 回看历史 俄国人对中国犯下的恶行 又何止海申危惨案 我们死在俄国人枪下 被强占财产 被迫背井离乡的同胞 又何止海申危的那几十万人 庚子俄南时 发生在外东北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和海兰炮惨案 又何尝不是处处染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故事中提到的海申危等地的惨案 我们暂且不说 就当年苏联人在东北打败日本人后 在东北犯下的暴行 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期间 以战利品为名义 大肆截略东北的战略物资等 苏军进入东北之后 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 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暴行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 抢东西 强奸妇女两项 让东北群众十分恐慌 老毛子四处侮辱妇女的行为 至今还让一些老东北人尽意犹心 苏军的散兵游泳们 白天就在街上乱窜 有的到处找酒喝 有的偷仓库的东西 成带着在街上拍卖 晚上喝得醉醺醺 闯街钻巷找马达姆 吓得老百姓关门庇护 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 一到夜晚 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 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 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 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 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 穿皮大衣 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 又到处倒卧路旁 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 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 第一批部队给中央拍发的电报 1945年9月初 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 纪东部队进入沈阳 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 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 八路军驻沈阳部队 一面致电中央报告 苏军衣衫蓝绿 纪律甚坏 一面向苏军正也不提出交涉 要他们严肃纪律 但苏联红军解释说 士兵们对纳粹极为仇恨 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 当然令八路军很不满意 这种解释固然是史实 但是苏军领导 对军中的恶劣分子 不认真管束而放纵 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至于用对纳粹的仇恨 来解释士兵的放纵 并把中国比作德国 这更引起八路军职战员的气氛 即使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 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族群性的报复 1945年12月 甚至发生了重要军事将领 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 在哈尔滨被苏联士兵抢劫时 打死的事件 卢东生是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 抗日战争开始时 他又是著名的八路军358旅的旅长 不久他又同刘亚楼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一起赴苏联学习 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只以几票之差 未被选上中央委员 苏联出战东北时 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 回国后 卢东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 接上联系 并被中央委认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 12月14日晚 卢东生乘马车外出 由于没有穿苏军军装 遭遇一名苏联士兵持枪拦车抢劫 留学过苏联的卢东生 立即以熟练的俄语 质问该士兵是哪个部队的 该士兵害怕被告发而将他杀害 但后来大陆出版的 《红军将领传记》中 对卢东生的介绍是 1945年9月回国 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 同年12月14日 在哈尔滨因公殉职 好一个因公殉职 特别是日本在东三省经营多年 留下了无数的机械核物资 这些也全部被苏联人 以种种名义给强行运走 很多当时在东北 可以见到工厂的厂房和墙壁上 都被砸出了大洞 那就是苏联人为了方便抢夺 运输工厂里的机械设备而开砸的 甚至东北很多地区的铁轨 也都被苏联人全部爬走 运回了苏联 但是苏联人在东三省做的一切 却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抗议 无非是几句无关痛痒的质问谴责 甚至在新中国建立后 苏联人的这些所作所为 还被刻意地隐蔽了起来 政府不许民间对这些事情 有任何讨论与文艺创作 斯大林策划的海参威事件 自然不必再说了 甚至连沙皇时期 俄国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 也曾一度不许任何人提起 学校里的历史课本 也曾长期对这些事情 没有任何陈述 完全将这些历史给掩盖掉了 这里面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想无需我多讲 大家也都应该明白 这真不愧是中苏兄弟友情啊 现实的网络上流传着一些 其他亲历过海参威事件之人的描述 也可给大家讲一下 方便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一下 我们民族的那一段苦难时 说起种族间的屠杀 人们马上会想起 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 但斯大林曾经在抗日卫国战争期间 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先后三十多万中国人死于斯大林屠刀之下 相当于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人数 则显为人知 苏德战争爆发前 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 以免苏联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在物资和武器上 对中国进行了些许援助 但是在国内 趁中国正抵抗日扣入侵 无暇外顾的时机 大规模屠杀居住在海参威 双城子 薄利 海兰炮等 中国被占领土上的中国原住民 逮捕关禁并处决 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 不下三十万人 斯大林此番作为 出于一种深藏不露的祸心 极永久侵占俄罗斯 截夺的中国领土 众所周知 所谓的苏联远东地区 主要是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 尽管俄国在占领这些中国领土时 已经对那里的中国人进行了种族杀灭 但毕竟没能做到斩尽杀绝 在海深威 双城子 薄利 海兰炮 这些中国人的备战领土上 还生活着几十万中国原住民 他们才是这些中国领土上的真正主人 也成了俄罗斯人心中的心腹大患 趁中国抗战为国无暇外顾的良机 把这些中国人斩尽杀绝 已永久倾夺这些抢来的中国领土 这才是斯大林进行此番清洗的真正目的 七七事变后 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 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消亡 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迫近力度 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 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 安上各种罪名 如社会危险分子 有害分子 日本特务 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 幸运的 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 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 更多不幸的 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福苦役 海参为这样的城市 华侨一个也不准拘留 十月革命前 海参为双橙子 伯利海兰炮 中国人的店铺林立 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 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 提供的研究资料 十九世纪中叶 海参为有1300多家中国商店 俄罗斯才有1100多家 中国人常常骑着马 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 中国货价便宜 很受当地人欢迎 大批华商 华工从海兰炮入出境 到海深威 伯利附近城镇经商货做工 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 就有二三十万人 一般是夏季来做工 冬季返回 他们每人一个月 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 能工巧匠多一倍钱 和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1931年918起 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 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 利用苏联抗日 日本全面侵占中国 斯大林更不客气了 对几十万华侨 华工的迫害 与德国当年迫害犹太人 己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南青年迫害尤其严苦 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 住在距离伯利近五十公里的农村 到伯利买东西 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 塞进一间 已关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 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迭 赵达 不是 我早就在这里住 还有妻子 审问者根本不听 挥手带回去 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 不承认就会被枪毙 第二天提审 照便承认是日本特务 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利的苏联空军数量 由于态度好 被从宽判刑十年 发配到北纬63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 这里夏季两 三个月没有黑夜 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 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 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 赵福昌仰仗轻壮年 耐受力强 活了下来 刑满回到了伯利 1966年谢氏 十多年前 记者在外星安岭的杰亚斯科附近农庄 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 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 是燕台福山县人 叫张德奎 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娃娃大哭 可见到祖国亲人了 他们是1938年 从海生威被清理赶出来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里 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 家口给轰到哪里去了 是死是活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八名中国男人 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 密林深处 那五人已先后故去 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 我向他们说 中苏关系改善了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 你应当回老家看看 张说 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吧 我心里很酸楚 一一惜别 好在苏联女人多 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河南人马原生 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 吉列宁学院学马列 与董毕武 王若飞是同期同学 但是1930 1937 1949年 几次肃反吕吕吕被捕判刑 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 托被斯大林搞掉后 就追查同情者 他坐了苏联30年的牢 一次次被判刑流放 直到1955才回到中国 后经董毕武帮助恢复党籍 在弗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 1987年出版了一本 真实生活的吕苏记事 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 该书中写道 1939年下 一批中国人约有100多 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 也因水浅 停在岸边 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 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危来的 据说 日本占领武汉后 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危附近一带的中国人 进行大规模拘捕 许多人被判刑八年 十年 还有十五年的 都给套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 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 有人告诉我 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 我很奇怪 便怀着好奇心去找他们 据他们说 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 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普 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 年龄很轻 都是二十多岁 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 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 说他们是侦探 探行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 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作工 夏天到呼马山上 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牌 他押运的木牌被冲到苏联边界 被捕后 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 这个人又瞎 又龙又哑 俄语一句不讳 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元生回忆说 自己被发配时 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 顺流而下 直到船搁浅了 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 他们就回去了 犯人们要自建房屋 寻找食物 才能生存 马元生看到的 经历了大批犯人 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 能活着回去的 实在是凤毛麟角 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 还有大批华工 所以至少有五六十万人 被全部剥夺了财产 迫害流放 其中三十万以上的人 已经被折腾死 这是种族大清洗 种族性迫害 先年59岁的瓦西里 是位憨后老师的寄工 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 父亲是德国后裔 母亲是乌克兰人 住在基辅 苏德战争开始 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 侨民一道 被装上囚车 押界到西伯利亚 离伯利向北三百多公里 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 把他们推下车 斯大林曾教带过流放方法 无论用船用车 都是向北极迟到无路为止 然后将压界人推下车 任其自生自灭 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 零下四十多度 什么也没有 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 迅速砍树架屋 才能活下来 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 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 有活下来的 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工 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 瓦西里从伯利北行三百公里 倒埋着他父母的家乡 看一看当年的情景 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 乡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 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 几十箱蜜蜂 一天每一箱可摇出一二十公斤蜜 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 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 时速只有五十公里 行驶十几分钟 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 变糊得满满的 什么也看不见了 开门下车擦擦玻璃 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 一路叮咬 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 到达风场拿出摄像机 淡镜头被蚊子 小咬糊满了 什么也看不清 根本不能拍摄 五十多年前 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 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 和德国后裔 是怎么活下来的 又怎么能够走出来 德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 由此可见一般 可以设想 在中国被日本侵占 蹂躏最苦难的年代 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 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 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 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猛边界 不断地出击袭扰 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 乱了阵脚 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 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 就大不一样了 而当时刚刚完成了形势上的统一 鸡贫鸡弱的中华民国 正在同心路的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当然顾不上发生在备战领土上 中国人被屠杀的事情 等到抗战胜利 转瞬间国民政府 已经被苏联支持的红色代理人推翻 斯大林在中国备战领土上 对中国人进行的屠杀 就更是无人提及了 三十多万海参威 双城子 薄利 海兰炮的 被屠杀的中国人 成了真正的孤魂野鬼 在中国备战领土上痛哭近百年 俄国人究竟强占了中国多少土地呢 也曾有人计算过 沙皇时期 侵占150多万平方千米 苏联时期 吞并外蒙古的唐弩乌两海 面积17万平方公里 还迫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面积156万平方千米 加起来 差不多是现在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 甚至在苏联90年代解体之后 在西北地区 还有4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被侵占 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或者有怀疑的看观 可以找出那时期的地图 和现如今的地图做一番对比 看看我国北京那些 逐年来被苏俄蚕食掉的土地 你自然会知道是真是假 我只想说 尽管我们国家土地辽阔 但哪怕就是一块毫无意义的不毛之地 也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我们脚下的这每一块的土地 都是无数个像蔡家的先祖那样的先人 是他们用鲜血用生命 为我们打拼下来的 那些位于高位者 又凭什么可以康国人直侃 将他们送与别国 以博他国欢心 百年之后 一些人注定是要被定在中华民族 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观看